趋势线在分析里面 不过通常我们会画两种线 第一条叫做平均线 这个平均线它是有意义的 这叫做利年平均进口值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画出这个平均值的这条线 在这里选到这张图 第二点这个分析 第二请点分析 然后接下来请勾选这个平均线 平均线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增 这边请点新增行 新增行 可以吗 它就可以画出来 它就可以画出来 这个水平线 那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出现那个数值 好 那这个数值是多少呢 所以 看你要不要设定这条线 这条线 什么颜色 好 例如说我假设设为红色 然后 看你要不要透明 是虚线 是虚线还是实线 位置在前还是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就是资料标签 请打开 你看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值 大概是 0点不到0.3个10亿 好 那把它稍微 稍微看你要不要改在什么位置 像我这边设定不要小数位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字实在太小了 好 所以比较倾向建议 就是 这个单位啊 比如说设成10亿 设成10亿不好 设成百万 276个百万 也就是 两亿 两亿七千万 这是我们会放的叫平均线 这是方便我们再去写那个知识 写现象的时候的一条线 所以请问一下 你一定就会有人去写说 从2018年开始 从2018年开始上升 2021年 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了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叫做什么线 平均线 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 请这个分析 刚刚是不是平均线被打开来的 请拉上来一点点把平均线先缩小 现在我要讲的是趋势线 现在我要讲的是趋势线 一样点选分析底下趋势线打开 但是我真的会比较希望说你们要学会画出这样子的趋势线跟这样子的趋势线 两条趋势线 可以 可以 这边必须要写函数 好 所以这条趋势线 所以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说 这12年 中华民国进口值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是逐年上升 可以吗 但是你讲这句话 其中这个2011年到2016年 是不是刚好有一半是错的 你觉得对不对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好 所以我才会说 最好是把它改成两条趋势线 第一条在这边 第二条在这边 这样会更好一点 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咯 好我就直接画地图 地图 首先 首先请你们 去思考一下 如果 我现在 我用一个表格 用一个表格 用一个表格 呈现 国家 就是大家 最常使用的一定就是表格的方式 好 所以 一请麻烦点选表格 这边叫资料表 二 国家 三 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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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画出来说 各国的一个进口值的表格 那 这个值 你会不会觉得太小了 字太小了 对不对 通常我们只要呈现说 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 可不可以把 这个 里面的内容 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这个叫标题 没有问题吧 表格里面的标题 这个叫表格里面的项目 所以 我们 是不是要去修改项目的值 项目的大小呈现 所以点选 设定 这个格式 格式 首先 我个人 我个人 针对这个值 值 麻烦请把事情改成 唯一选择 Areal plate 这是 好